就是像自然感情的 大家好,我是謝凱洋 然後接下來我會講後半段 就是8.4到8.7的部分 那就是一個 大家知道在Catcheting之前 就是我要先把Paramit就是初始化 那你知道一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我們一開始選的那個點很好的話 我們可以決定這個演算法還有辦法收斂 或者說如果它可以收斂的話 那它收斂的速度有多快 所以你需要一個很好的初始化 那我要怎麼去設計這個初始化的策略呢 那書裡面講說其實呢 這是一個很難的任務 然後因為他 就是大家對New-Network 其實這個還沒有非常的了解 但是它有一個點目前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要Black Symmetry 就是要不要讓它 就是要Black Symmetry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A1跟A2是Hidden Layer 然後A1和A2是它的Input 那它們中間會有些會連接 就是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兩個Hidden Layer的Unit 跟Input的Unit 它們是連接到同一組的 那如果我們今天在初始化的時候 這些Unit它必須要是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是一樣的話 它就會學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去設計讓它們就是不一樣 那書裡面主要提到 就是有兩種方式去可以去設計 那其中第一種方式呢 是 我就是故意去讓它去 讓它們都不一樣 那Grim Smith的A2就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呢它是 computational Expensive的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現在比較常用的是 Random的Initulation 那它是去找一個 比較高爛度的Distribution 比如說是高選 或是Uniform的Distribution 那它是computational cheaper的 那它裡面提到就是 不管是高選或Uniform 好像就是滅亡我們都可以這樣 那接下來我選好 要用哪一種方式之後 我還要去看 那這個Distribution 它的Scale要怎麼去選擇 那假設我選比較大的話 它有可能會讓那個值爆掉 那就是像前面有一個 Cliff那邊 但是它可以用 Gradient Clipping這邊去消除 那它也有可能讓 你的Actification Function 飽和 那你可能 你的Gradient車就會消失 那當然它也有可能讓你的 Symmetry Braking會更 更 stronger這樣 那其中一種方式就是 那你要去怎麼去算 首先它可以去算你的 Inputs跟Output的數量 假設你今天有 M個Inputs跟N個Outputs 那你就可以去取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 Uniform的Distribution 然後去 它的Scale是這邊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是Spath的Initialization 就是 那它的細節其實我沒有看得很懂 那它也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就是上一次講的那個 有些很多就是0 懂嗎? 有些是0的 上次有沒有 你看 上次沒有沒有聽很懂 就是可能你的Wet 或是Hidden 它有些東西 其實有些 另一種形式 像Drop out 有東西把它拿掉 那 那 Spath的體 基本上就是 中間 最常的 最簡單的就是把它Wet 就給0 所以它就變成稀疏 好 OK 好 原來是這個 好 謝謝 那它就是也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 然後 那當然你 剛剛開始講的是那些Units 那也可以 比如說在 你在設定BIOS的時候 在STM的PokenGate 通常會設定為1 就是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把它設成關閉 不然它一開始所有的東西都忘光的話 就會學到東西 這樣 那或是在relew這邊 會設成0.0.1 那避免它保和 然後接下來我這邊會講 呃 不同的各種的 adaptive learning rate 就是algorithm 然後在書裡面 則講到ADAM 那我自己是用KELOS套件 那它也提供下面的 所以我就一併把它放進來這樣 那先復習來就是剛剛有講到這個SGD 然後在 大概可以站在這邊 就是它的 規定層算出來 然後做update 那如果今天我把 這個momentum放上去的話 那 momentum 你可以看到紅色箭頭這裡 它這邊有一個alpha alpha是你可以設定的 這個momentum parameter 然後v是你可以設定的速度 然後我把 你先算完 這個 在物理上面 你是把你的質量 乘上你的速度 就是你的動量 那 它這邊 它這邊裡面的比喻就是 是說 但是這邊的質量是單位質量 所以它就 它就沒有質量內向 所以它就直接量成 然後 接下來我做update 然後我把這兩個式子 我把它重寫 寫在下面 就是 這樣比較好比較 可以看一下上一頁的這裡 這樣子 它有點像是再加上 alpha乘以b這一項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這邊 我放了實際的程式嘛 就是你可以跟公式的 比如說你帶什麼 纏速進入其實是改變的 它可以對照一下 對 然後你如果放momentum的話 就是像紅色這個 你看從外面進來 它有點像是保持原本的方向 它可以keep它原本的大方向 感覺它可以更快速的熟練 那 另外一個人就是 Nasdorov 它提出另外一種方式 去算momentum 那 它在算gradient之前呢 它就先去 去做 它就把之前的這個速度 對你接下去 有點像是先預測之後 走向的感覺 就是它先預測下一個 這個theta pi的這個 這個 然後它在算gradient的時候 也是用 新的這一個theta去算 然後最後再加上去 我問一下 有實務經驗 像initial的時候的 alpha跟初始的momentum v 一般都會射多少 對 比如說上面這個 通常 就是照上面這個值 就是通常都是預測 initial的值 對 然後 這也是有讀到 就是你的learning rate 如果要調的話 一次就是調一個數量級 比如說你現在0.01 你覺得不太好 所以這個l 就是 learning rate 對 learning rate 就是 epsilon 然後這個momentum 0.09 是這個 對 然後這裡是nestero 就是直接 直接打開 如果是false的話 就是不是它 對 就是上一個 那init的v呢? init的v 是0 它沒有 蘇利院沒有寫說 init是多少 但是或許可以是0 你的v不是0.9 你的momentum是α 0.9是α的意思 對 對 對 這個α 是0.9 那一般的v在設是constant 還是它是會變成 initial的vst 這一個 這一項數量沒有寫是多少 我不知道 它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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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這裡 對對對 它會計算 接用物理的那個momentum 動量 同樣的概念在做 沒有 你0 怎樣 你 上一個 你各位先回到上一個momentum的第一個 這個 對 這個 這個v也會變動 這個v也會變動 對 假設因為是0的話 那我先算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就只有ε乘乘乘乘乘 然後所以就會 就有一個初始值的v 然後接下來v就會 不斷的一直被update 有點像是 它會保留前一次的那種速度的感覺 對 你剛說那個leaning rate會變動一次變動一個極速 譬如說現在是0.0下一次變成0.001的意思 就是你如果要調這個的話 就是在食物冷血程式的時候 你覺得現在表現不好 你想調leleaning rate 你可以一次調一個數量值 對 數量值就是 就是0.1 或是 不一樣的training 不一樣的training的狀況 還是說是同一個training 對 呃 假設我train完 train完之後 train完之後那個圖 可能它沒有 你覺得accuracy過高 或是lose過低 所以我在apply不一樣的 再重train一次 對對對 再重train一次 我以前看那個RNLM code 它裡面就是去看Vedition上面的lose 如果說今天 它可能到了一個地方 它就一直不降 它可能把theleaning rate調小 就是繼續繼續 它可能就是在微調嘛 就是在下降 如果又停住了 它就可能把另外再調小 那之後再下降 就是因為它是 看每個人設計不一樣啊 對 它是看那個Vedition loss 之後來決定到底 theleaning rate要不要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我就是看它那個始作 有沒有寫這段 應該也可以 對 我之前是看過RNLM code 是這樣寫 但是我覺得沒加上 我看過 大部分的leaning rate 就是像講就是會 譬如它會設定一個 譬如說 每個step會調一點 每個step會調一點 那是後面的 那是不一樣的 對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演算法會有不一樣 那有些就是globar 就是定制 對 然後momentum 然後這邊就是 可能是0.9 或是0.99 就是這些都是hyperparameter 就是大家去聊聊看一下 就是大家去聊聊看一下 這個會講一個 其實 有一個 有一個 包括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看這個 看這個 因為 因為 像剛剛講的那個 你這樣子 全民的那個error 他一直這樣的話 那overfitting 的時候啊 然後我再加上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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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那個l2的penalty 那時候 這樣會有什麼效果 沒有 這個是兩個是一起啊 你也可以在這邊直接 就加l2啊 對 這邊也可以加l2 他這個只是 這張其實只是在加速收斂的方法 對 這樣紅色的路徑 就是他會比較快 他不會這樣 好像黑色這樣 他可能會亂噴 對 然後l2 我之前有測過 就是有加熱沒有比較好 對 那我是盡愛看說 omentum可以避開 local minimum的 就是 他說應該說 他可以衝過去 對 他可以 有可能可以衝過去那個 對對對 也有人說可以這樣 然後 好 然後現在講 Elegrade 那Elegrade 他的 參數這邊呢 主要就是 他最主要跟前面的差異就是 紅色現在這裡 他在這邊 他會做 他gradient 才會 多成一次 然後會累積起來 然後會再放到 r裡面 所以我每次其實都有跟 前面的有關係這樣 然後 在這裡 的部分 假如我們來看 這一次的gradient如果很大 所以他會加到r裡面去 然後 在這個r的分母 他也會變得很大 然後 所以這個gradient 他如果很大 r也很大 有一種抵消的感覺 對 所以他就可能會 會噴出去這樣 不好意思 那個g然後 一圈這個 這是g大側 對 這是點 點擊 g大側 點擊 Elemon 還是 對 對對對 然後在thevision 跟square這邊 也是 也是Elemon element rise 可是它這個是一個數字吧 對 對 Epsom 除掉Δ加 這 沒有 你gradient 也是一個matrix 這是很多個別的parameter 可以去除一個 對 就是你一個一個去除 因為它是 它每一個一個gradient 這是個別的parameter的gradient 對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delta的話是 它會設定一個10-7 就是為了怕 如果今天這個根號r變得太小 然後它去 又變又可能出於0的話 它整個就會光掉 所以它會放一個constant在這裡 不好意思 那我剛剛沒有聽得很清楚 這個 這個理算法主要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它是個別的材質 就是它是每一個parameter 會去除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它主要是為了什麼問題去解決 嗯 我會想 從這邊看是 因為它的gradient 會 這邊有一個抵消的作用 因為r跟g 所以會避免那個g如果太大的話 它會爆掉 這個g的意思是 gradient 就是各個別的gradient 然後 對 然後上面是 它的advisor 對 然後εpsilon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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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 然後 learning rate 對 那如果這樣 如果g很小的時候 gradient很小的時候 它反而 譬如說前面的εpsilon 出於 當你的r很小 你這個d也很小 你acquery是出於一個很小的數值 對 你其實是放大的 r是累積的 就是r是累積的 然後r是不斷的上 對 對 對 它就有點像是動態看你gradient的長度 來決定你的learning位置 對 所以我在 假設我現在training一個 一整個mini batch的時候 我從第一個 第一個mini batch開始催 第二個第三個 它的每一個learning rate r都會被累積 也就是最後一個 我都有可能會被前面所有的 在training的learning rate 被影響 對 所以我可能會被影響 對 對 那就 下 那還有一個是rspop 那rspop它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它是從rspop的這邊去修改的 然後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首先這一個 就是有點像 有一種保留前面的影響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比例的感覺 對 對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 它把 呃 剛剛的那個constant放到 這個根號裡面了 所以我 對 它就把它換到裡面 然後 對 大概也這樣 然後這邊一個rho應該 rho 這裡就是 應該是momentum的意思 對 然後就是learning rate 然後這些都是default的值 然後我自己測試就是 default的值通常都可以存得不錯 就是用default的值就可以 對 然後當然你rspop也可以加上 nextrot的momentum 就是把這邊加進去 對 這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然後再來是adam adam的話它是adaptive的momentum 然後它的 它同時有兩個order的moment 然後書裡面這個是原句 就是它裡面講說它是 像你說現在有時候是比較robust的 一個門司這樣 那它就蠻複雜的 其實有兩個momentum 然後它分別對這兩個momentum呢 是moment的程序去估計 然後第二個 second order 反正就是跟剛剛一樣 它的gradient也是大車 去選擇 然後這邊collector 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反正它就這樣做 然後再來是aladelta aladelta aladelta是 它想要解決algred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algred它的learning rate會不斷下降 所以你如果trend了很久 它就可能就會下降 然後第二個是 你還要去選一個global的learning rate 那aladelta的 嗯 剛剛有講到它前面在accumulated gradient descent的時候 我是把一整個mini batch 的那個r都會被累積起來 所以我第一個eat trend的這個mini batch 有可能會影響到後面的規定 那它這裡呢 它就想說不要 它就是要 它就 它就只想我現在算 假設這個 第幾 第二 第二個 mini batch的前面 我只要算它前面的fix size的w 的 我只要被前面幾個影響就好 我不要被取低 前面全部都影響 對 然後 它第二個精神是 就是要把用hation approximation去 可以 可是這邊有沒有很難懂 所以就是 就是 這邊就放在這裡這樣 然後上面 我問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 它只有fix size 所以它需要額外 memory來存 前面的fix size 所以我 我沒有去看裡面的code 因為這個我沒有 之前沒有聊天過 它是就是 就是連續的 就是比如說 取angle ok 它就是固定前面的angle 那 那除了我當下 當下這個前面的angle 是都要story在marry 不然它 它怎麼去抓到 這個fix的accumulate value 對 這邊公司我沒有看得很懂 所以 應該沒辦法回談 對 這邊如果是算 accuracy的感覺是 應該是算錢 因為原本ata grade 它 它基本上就是一直累積嘛 對對對 所以它不需要extra storage 那這個 它其實是 固定 你講的是固定長度嘛 所以它要知道前面的n 算出來的value 因為它每次 都是前面的n 對 前面的n 它其實一直 就這樣一直滑過來 對 所以它一直要計算前面的那個 存起來 對 感覺應該要出現 但我不知道它是實際上它會不會學而文 實際上它怎麼做 本來是你是所有的gradient都會上嗎 它現在是說 比如上n的前面的n 這個沒有 我不知道它實際上是要怎麼做 對 基本上 不然你是 後面進來一個前面就 丟掉一個n 沒有 我會問這個 如果在實際上 它的 那個系統是很大 會不會有 你的那個highway 對 你的highway要夠powerful 對 這我沒有 這我也沒想過 可能再 這個可以看看 再拿出來 這個野算法跟剛剛那個 好像不太一樣 對 這是我直接從paper上拿下來的 對 因為這不是書 剛剛前面書裡面講 這邊是 我是直接從paper轉下來 好像 對 我說野算法跟你剛剛講的 好像有點 那個不太一樣 對 對 這看起來是那個 Hilton的那個 RMS Pro的改良 你看 你看 你看它第五項 它其實用到那個 RMS Pro 這應該是RMS Pro吧 RMS 這邊 這個嗎 這個RMS RMS Pro裡面有 有用 RMS 就是 Loot's Mean Square 喔喔喔喔喔 對 這RMS是 Loot's Mean Square的意思 對 搞錯 等一下 你說RMS的前面R 是什麼 Loot's Mean Square 就是 開根Home 然後 這邊跟 然後 我再回去看看 這樣 然後 還有另外兩個 是RMS 跟Earn Adam 那Earn Adam 那Earn Adam 那Earn Adam 一樣在Earn Adam 配合裡面的其中一個變形 然後 Earn Adam 就是 它再加上 Iswego of the Momentum 然後 一樣這些就是在 Klaus裡面有 你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把那個 就直接換一個那個 就是換一個凌晨 就可以換一個 Avernizer這樣 然後 這邊做一個 就是有人去做 這幾個比較 第一個我們看紅色的線 紅色這個是SGD 然後綠色的是SGD加 Momentum NHG是Nesser of the Momentum 然後AlaGrad Delta 跟Ins Park 那它在暗電的表現 你可以看到Ala Delta 非常快速就直接下去了 然後 一開始沒有受影響 就是 有直接繞過的是 藍色跟黑色 就是 Ins Park 跟AlaGrad 可是 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NAG 跟 NAG 其實它在繞過完點的時候 很快就下去了 那NAG 跟剛剛看到的綠色是 都是有Momentum的 所以Momentum在下降的時候 它其實是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 就是剛剛那兩個下去的 但是如果是在暗電的話 或許它們沒有辦法表現得那麼好 對 好 然後再下一個張圖是 所以這個是Ala Delta的表現 對 是最好的 Ala Delta 對 最好的 它直接繞過暗電 而且又非常快速的下降 那掉下去不就變速很多了吧 變速什麼 就是Minimize這樣 就是我要Minimize的那個 所以這個暗電 對 我想要掉到那個Minima DotoMinima 或是GoGo 對 那卡到暗電裡面 你要想辦法躺出來 對 因為卡到暗電你就選不到東西 它就會一直整 然後 那我來看下一張是 這個是Loss Service的Hunter 那跟剛剛一樣是這六個方式 那一樣Ala Delta就是也是直接下去了 可是如果大家可以看仔細一點 就是 粉紅色這個 NH它其實比黃色更快到 這個灰色的中心 就是它在這邊算繞很遠 可是它下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這是你自己跑的結果嗎 沒有沒有 這是網路上 我都放在reference 就是最後面 這是別人做的 對 然後 這邊做的總結 就是剛剛上面講了這麼多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呢 然後書裡面就直接告訴你說 其實這沒有一個公式 就是哪個比較好 然後 這就是看 使用者就是看你對 這東西 大家到底有多熟悉 或是 你可以去看它的 Loss 方便 或是它的Aggress 它的增長 或是下降的狀況 可以去 可以去調整 然後 就是它會被文明特 這樣 所以 如果 運算資源勾 或許你可以每一個都試試看 這樣 對 是其中這樣 然後 書裡面他還是想說 就每一個人 他會建議每一個都去try 這樣子 沒有 這是我自己的 就是書裡面沒有講說每個一 try 他就是講這個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其之一 如果 其實是可以 如果運算資源勾 是可以自己一個一個運算的 書裡面是講說 你看你比較熟悉哪一個 他因為他在調的時候裡面 譬如你用一個那個 那個演算法你還要在裡面 就是到負能文理案裡面 要再去聽 你要去了解演算法本身 然後 他有辦法去調這樣 對對對 就是 就是看你自己對那個 那我自己使用的話 那我自己使用的話 Ada Delta跟Adam這兩個 是表現得不錯 對 然後 因為在 Keras裡面 你就是把那個 值換掉就好了 就按照法本 你就是把它改成 把它改成那個 然後它裡面的 Default 預設的那些數字 其實就表現得不錯 對 然後 或許可以 就是直接用那個快速做一個驗證 對 然後之後再可以調更新的 然後 8.7其實它講了 不只這三個 還有 還有蠻多的 可是 其他都沒有看到 沒有放上來 然後 先從 Vational Relation開始 那 這邊其實它說 這不算是一個 最佳化的方式 它是 就是重新分配 就是 RecoverMatch Relation 那 它可以 減少一些問題 在非常Def的Model 那 到底是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個非常簡單的 範例 假設今天有一個 Def的Neural Network 它有L層 然後 每一層 它就只有一個 Unit 而且 也沒有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我今天最後的Output 它就會是 X乘以W1 乘以W2乘以W3 一直乘到WL 然後 一樣我去算它的 Gradient 然後我再 Update 最後呢 我可以得到 這個式子 這是 這是新的 新的YHAT 那 這時候 可能會出現 什麼問題呢 假設我們現在 先看這一項 就是 這個 F1乘以G1 然後 F2乘以Gradient2 然後 再乘以後面的 W3開始 乘到WL 然後 假設這一項 你可能 你並不知道 這些位置 後面從W3開始 乘到WL 你不知道它會 很大還是 很小 那這時候你的Learning Rate 其實是 很難去選擇的 因為 它可能會爆炸 或是 它可能就變得非常小 那所以 你沒辦法去選擇 一個好的Learning Rate 那所以 它就要去重新分配 這些所有 所有layer 它的所有的 纖維 那 這件事它怎麼去做呢 它就直接去算 它的 這個 Sigma 它跟 然後就去 直接做 nice 這樣子 然後 這是它的 方式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 是CoderNet 請 前面那個 我多點 大家有聽懂嗎 這個 這個 我講一下 好 我再講一下 就是h 我看它裡面 h是 它現在在 這個minibatch 裡面的 所有的 然後把它排成一個 matrix 這樣子 我出錢 這邊 我其實也不是專家 我的理解 這邊h其實就是代表 hidden layer的 input 隱藏層 裡面的 input 那這裡面 我不曉得怎麼把它叫做 activation 這樣一個term 蠻奇怪的 那 基本上 它就是在把 hidden layer的 input 或者做一些variation 讓它變得更 更更更 我自己的也是 它輸出 在可能某個layer 第一層輸出 到第二層之前 它是想做一個 normalization 就是 你可能有一個 可能20 可能輸出一個20為 20x20的這個 matrix 就是那個minibatch的檢註 它是想 它是對於這個 可能每一個column 如果說你把它想成 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data 是一個roll 它對每一個column 去做這個normalization 希望它每一個 輸出到下一層之前 它每個值是很平穩的 就是它不會 如果它就沒有做normalization 它可能一層一層傳遞 它可能到後面就炸掉了 所以它希望在進入下一層之前 它做一個normalization 讓它值可能在一定範圍內這樣 這是我看到的感覺 等一下我請問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它 第一個它不是在input 做normalization 不是 就是input乘以就是一個 那個weight的matrix以後 還沒有經過activation之前 看它用詞 看它用詞 我覺得是activation之後的結果 到下一層之前 對 就是你在hidden 你的input的 懂嗎 到下一層之前 它希望做一個 然後它乘下一個的位置是那一個 本來是activation 就直接當作input 你現在activation 再加上batch normalization 才是當成input 是這樣意思嗎 對 然後它透過min跟deviation 你可以把它想說 它把亂度增加了 所以它這樣每一次弄出來 它的min都是0 然後standard deviation都是1 對 然後 它有個專有名叫whiten 對 那個 就是0跟音這樣 那這個 至於它為什麼work 這個是現在目前 active research的topic 它沒有講 裡面沒有講說 為什麼這樣 但是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一定要用這個才 對 這個其實現在是蠻重要的一個技巧 因為 實驗結果它蠻effective 我不知道在 在春很deep的時候 它是很有名 但是Keras有嗎 Keras有嗎 Keras也有 Keras直接打開就有 我記得也是一行 甚至幾次都一樣 天生不論有今天想這個東西嗎 沒有 因為我看那個CNN比較現代 就是去年 甚至今年的論文說重要的 比如說去年才 所以 那個 一泡兒紅 那個religious network 它的論文裡面就講 它 它 它在做 這改良 然後 所有步驟它都有用那個 batch融網站會先做一次 所以這變成一個routine的技巧了 我本來一直以為它是input這樣做 飛機融網站 原來它是每一層都要做 它每一個都要做 對 因為它是專門解決在很deep的時候 它可能前後的那個會不一樣 所以它就 它整個的那個 可是它好像也不是全部都有做 好像沒有全部 然後 這是coordinate descent 然後它沒有講的 我自己也沒有看得很懂 然後它就講了它主要的精神 它的精神就是 今天有fmx 然後它就 一個一個 它裡面可能有x1x2x3 它就一個一個去minimum 然後這個方法可以保證 就是去達到一個minimum 對 然後這是它的精神 然後它有一個supervised pre-training 那它的精神就是 它去用很simple的models 然後去解決simple task 它不是直接傳一個可能比較複雜的 然後去直接達到它的 它要最後的那個目的地 就是它做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先train一個簡單的 譬如說簡單的問題的 先把網路先train 有點將來把問題分開的那種小 分散的小 對 這個主要大概 它其實有不同的方式去達成這個目的這樣子 然後譬如說 舉例來說 今天一個是greedy的supervised pre-training 就是 這一開始提高一點型 就是假設現在有一個a 它現在x input者 h4 hidden layer y4 output者 那它現在把它 這a和b其實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它只是在畫圖上 它把y折過來 就是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 因為h 它現在1寸過 所以 它現在在h上面 它再加一層h2 然後 它一樣 這邊之外 那c跟d其實是一樣的 它只是把這個再整回來 對 c跟d是一樣的 我覺得它 對 就是c跟d是一樣的 一個b是一樣的 對 它就是在h10寸過的時候 才放h2這樣子 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那意思 那這樣意思就是說 你在譬如說 你是從a到c的時候 你是w是不變 w1是不變的 的意思嗎 你說h1是不變 還是在training的時候不變 w就是你一開始 譬如說initual的時候 你就要去用a一開始 w1你已經trained了 對 我測完之後w已經變了 就是跟一開始initual不一樣 對 對 所以你的initual就是拿本來的那個資料 本來的那個數值 對對 就是寸過的那個位置 就直接搬過來用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種是 它一種顏色的想法是transfering 然後這個在 它在後面四、五張會講 這樣這邊就沒有辦法 然後這邊還有它提供 提供FaceNet 然後這還蠻有趣 它說裡面有兩個network 然後一個是teacherNetwork 一個是studentNetwork 然後teacherNetwork 它是一個比較 層數比較少 但是比較寬 它就有比較多的 層數的model 那通常這樣子的model會比較好training 然後studentNetwork 是比較多層數 而且比較窄的model 然後它比較難去training 那其中它的student的network 它的任務除了去 變最後的final task之外 它還要去預測 那個teacherNetwork的 middle的hidden layer 對 然後它這邊也就是講這個概念 實際上它怎麼說我也沒有很清楚 對 然後 那這是一些reven 就是從cloud上面放的 啊 好 然後這邊的論文 還有這個就是 四個四頁就是剛剛那張圖 其實是動畫 對 然後 謝謝大家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那個 為什麼那個unless problem 是with那個natural momentum 而不是 而沒有那個natural 而沒有那個就是純粹的moment 這樣子 有啊 有純粹的moment 有 因為我剛剛好像沒有看到這個部分 還是我漏掉 它兩個其實就差一點點而已 它就 在前面 這個就是純粹的 這就是純粹的 這就是純粹的 這沒有 OK 兩個其實是差一點 natural我只是在 那個cumet之前 就先算出來 然後就帶進去 這我沒有放了 對 但實際上 在程式裡面可以設定 就是這個 對 那個low就是那個 對 那個low啊 應該是 對這個low 對 這是 decay rate 就是 decay rate 它一開始最前面講 應該是它最前面講 所以這個東西跟moment有關係嗎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low跟這個low嗎 喔不是 我是說你這個 decay rate 跟moment的 喔它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沒有 這沒有關係 這是RMS PRO的hyperture 所以這個RMS PRO 它的那個 它為什麼沒有 就是跟 那個純粹的那個moment 兩個一起做 是跟那個 那個network的moment 兩個在做 我在猜 有可能 有加network 它 它 它是原本基本的momentum的改良 所以它效果可能比較好 所以當在開發RMS PRO的演算法 它就直接拿network momentum來用 這個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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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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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的 這是 對阿 而且 因為 那如果說 network momentum 比較好的話 那我們用momentum該怎麼 沒有 沒有 因為它 這是 教課書嘛 它主要介紹 這個本人 對阿 就是前後果先把 前面講一下 不是阿 因為它剛剛也有 Keras的套件裡面 也有直接 就是只有我們 這個 那是SGD的 就是方法不一樣 那是SGD的 這張裡面很多東西其實都還沒有完整的理論根據 所以它可能在各種不同的應用 Case 它是Case by Case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 沒有 我的意思是 那為什麼這邊就不寫那個SGD維持的network momentum 你說 OK 問那三個人 大聲 他為什麼不寫 你寫進去問他 他剛剛會不夠 他剛剛會不夠 對啊 你作者剛回Google 說哪一個 Ian 他剛會去阿 他不是在OpenAir阿 沒有 剛回去了 三月 三月回去了 應該是去了加拿大 我在猜 沒有他回Google Brand 對啊 因為他在加拿大設一個 新的 Research Center 多麼是這些 亂搞 弄完一堆 弄完一堆 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又不解釋清楚 不知道選哪一個 這個可能如果 不是直接用套件 你想要了解 可能要自己 實際走一遍 才會比較有感覺 我想 我覺得不同的Data 也是用不一樣的 因為不同應用Case 可能 可能在這個Case 它表現最好 可能到另外一個Case 或是不同的Model 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資料會在 需要支援 可以嗎 對啊 你們這樣 有時候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